这里一定是中国最热的地方 新疆 普鲁番 火焰山 如果你有西游记情节 那么一定要来这里 孙悟空借来芭蕉山 山灭火焰山的大火就在此地 绵延以百多公里的火焰山 一定堪称中国地貌的奇观 火焰山到底有多热 夏季地表高达849摄氏度 鸡蛋直接烤熟 连金箍棒温度计都差点到达极限 干裂的大地 火焰般的山体 我仿佛来到了火星表面 在这里 除了人类活动的痕迹 见不到任何生物的存在 第三次来到这里 我更愿意叫它红山 本以为三角下的林海拔是极限 没想到很多地方海拔为富 干燥炎热 烈日暴晒 来这里旅行可能会让你十分不舒适 但这种体验你一定终身难忘 火焰山分两个景区 火焰山国家地质公园和火焰山景区 门票都是四四元 看了是同一片山 两个景区都有金库棒温度计和芭蕉扇 推进去火焰山景区 这个夏天你还不来体验一下吗 旅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